我在这个地方 我想快速复习一下 就是说这个登革热 这个登革热 我们可以发现 当我们要做资料分析的时候 我们 你可能大概就会先去看一下 那个有 可以变成Sigma的数值资料 举例来说 像这个经纬度 我们就不去管了 经纬度就是做地理分析 我们至少可以分析出来说 登革热它分布是在 可能浊水西以南 不晓得各位知不知道这件事情 好 那接下来在这边 是不是有最小统计区 一样也是经纬度 因为我们要分析到什么 分析到每一个区 每一个区 然后在接下来这边 我们要看到确定病例数 没错 就是它 哈喽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们在录音 这是为了给所有警闻的同学听 所以可以讲小声一点 我们来观看一下 在这个地方 确定病例数 就变成我们 唯一要分析的一个重点 请问 你这样看 从头到尾就只有一个 确定病例数 请问确定病例数 那我们拿到这个阿拉伯数字 你觉得你要分析什么 就是现在拿到资料是一回事 我已经给你全世界的资料了 举例来说 我拿给 我给非洲人黄金 他不能变现 他拿到黄金 还不能拿到食物 更有价值 所以现在已经把资料 给你了 请问一下 那你接下来你要准备 怎么分析 这是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 好了 所以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看到确定病例数 所以我们可能就会 很好奇一件事 哪些地区 登革热数很多 类似这样的分析 好 那我想 我这边就快速的画一张图 画什么图呢 我一直都没有介绍这种图 综合图 就是有直条图 有折线图 这叫综合图 综合图 对 因为我是希望说 等一下我们介绍一个客户 所以这边我快速带过 例如说 我们来去看各年 各年的确定病例数好了 这可能也是大家会很关心的 举例来说 今年登革热病例数多少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那有时间的 从下面往下去找 有没有看到这边是不是有什么 个案研判日期 这是跟时间有关 发病日期 还有什么 还有 通报日期 跑到哪里去了 通报日 好 通报日 好 请问一下 当我们今天在做研究 我们就 因为有三个日期 我们就要去思考一下 到底我们是应该以 通报日 还是发病日 还是个案研判日 来当做是我们 的研究的依据 好 例如说 假设我们现在就以 发病日好了 所以我就勾选发病日 然后确定病例数 但是通常我们会去看什么 会去看直条图 直条图 例如说在这个地方 我把那个轴稍微放大一点 给大家看 请问一下 这样我们大概是 可以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说 2015年 有看到 2015年 登革热病例数是最高 这应该是我想民众最想要看到的 一个 一个 资讯 好 那接下来 请问你会不会想要知道 2015年 他在什么地区的病例数最多 这样大概可以了解 好 可是我现在 这边我就后面不去介绍 如果你有兴趣 你可以line我 然后 我再告诉你 这堆的影片 就是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希望你培养这方面的兴趣 我们生物医学资讯所 非常希望有 有这样子的人才 愿意来 替这些 就是对人类疾病研究 是有帮助的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欢迎大家 就是私底下 你就line我 这样可以了解吗 我只是告诉你说 我这些影片全部都做好了 然后你就上网去看 那我现在最重要重点是要介绍这个 你看 在我们的资料 在我们的资料 这个资料是从1998年开始 所以我一样去做一个什么 第 第真 第1998年 1月7号 1月14 1月23 2月2号 2月4号 2月13号 他就 依此类推 排到最后 最后 最后面 反正就是 总共会排出来 总共8万多笔的资料 好 那 接下来 算了 他跑得很慢 我们就不考验他 重点 重点 我现在刻意先把它排递解 请问一下 2017年11月26号之后 例如说 今天 是11月28 对不对 他的意思是说 27号 没有 没有通报 28号 目前为止 也没有通报 可是 29号 可能会不会有 那你需不让他 资料进来 希望嘛 对不对 然后 这些视觉化图表 会随着资料 逐步的增加进来 然后去做 画出来这些图 你不用再 重新做一次 你知道 你这个时候 只要做什么事吗 你只要做 重新整理 做完了 可以了解吗 这件事情 非常非常重要 你不用再花任何时间 举例来说 假设我把 请问的大数据 开放资料 我放在网络上 然后到时候连接网址 然后就画好这些视觉 画分析 然后 你会不会再把 2018年资料 围进去 2019年资料 只要时间到了 我是不是就会把资料 放进去吗 然后 你只要在 这个POW BI工具里面 点重新整理 全部资料都回来了 可以了解 我现在说的这意思 大数据分析 这边就是有 比Excel 完全不可能 做到的一个 很大的优点 重新整理 一个按键 做完分析 你说好不好 当然好 而且 而且这个 取得资料 也不用重做了 为什么 他全部都记录在这个地方 编辑查询 编辑查询里面 资料来源设定 他一定会记录 你的资料是来自于 卫福部机关署的 download的什么地方 这样大概知道 我现在所讲这件事的重要性了 OK 结束 就是记住 我现在所教的这件事 为什么要做大数据分析 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重点 其实我们严格讲起来 严格讲起来 像预测 还有像趋势 或者是 我们上次跟你们介绍分群 这些真的都是一个 大数据分析的重点 好 为了我们上课方便 我先关掉了 因为现在是我一个人 去跑这个资料 跑网络资料 可能他都跑得出来 可是等一下 是我们30多个人 要一起跑 他可能就会 很卡那种感觉 所以我们 这边就不介绍了